大家好 我是公屋联會總幹事招國偉 在8月15日 房委會進行了居屋的繳豬 之後有很多街坊和市民都打電話問我們 他們有沒有機會選樓 今集的公屋有理解和大家講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講一下居屋如何去選樓 大致上在房委會會按一期居屋的申請中數 以00到99這個100組的號碼 按申請者不同的家庭類別平均去分配 即是說如果申請中數越多的話 每一組的號碼的人數就會越多 我先來跟大家看看今期居屋申請者的資料 今次的申請總申請的人數有31萬份 當中錄表有4.7萬份 而白表的申請有26.2萬份 很明顯看到白表的競爭比六表相當緊張 我們再來看看今期居屋計劃裏的申請單位的情況 今期有4871個單位 重售單位有33個 合共大概有4900個左右 六百表比例各佔一半 即是說各自都有2500個單位 我們來計算一計 在錄表方面 即是有47000人去欠2452個單位 超額大概是約19倍 但白表方面 即是有26萬個申請者去欠2452個單位 超額大約是107倍 即是說在簡樓當中 亦都有家有長者的名額各佔750個 單身人士的配額比例 各佔有250個 即是說減了這些之後 留給一般家庭申請者的 簡選單位的數目 大概各佔有1452個 不如我們嘗試講一個例子 看看大家可以容易明白些 假如你是一個白表的家庭 今期的白表一般申請的中數 大概有89000個 即是每一組的編號 大概有890個申請者 可以選擇的單位是1452個單位 在數目上大家脫一脫開 即是說頭一二組的申請者 就會有機會選擇 如果全部中簽的家庭都可以選擇 第二號組別的號碼 最後有什麼機會可以選擇 如果你是白表單身者來說 那個競爭還會很大 今期的單身白表者 一共有163,000人 即是說每一組的編號 大概有1630個人 而白表的單身者配額 剛才說了 都只有250個 即是說除非排在首排的編號 就是編號的朋友 會比較好些 否則其他朋友 亦都是機會選擇的時期 情況就會比較低些 換轉回來 就是在錄表家庭 今期錄表的一般家庭 就有17000個 即是說每一組的編號 大概有170個 可以選擇1452個單位 即是說減去了一些家長者 判額等等 即是頭八個組別的號碼 就有機會可以選擇樓 其次就要去看一看 那個單位還有多少 就去議定了 如果你是錄表單身者 今期就大概有1萬個申請 而每一組的編號 大概有100人 而配額就有250個 即是說 大約頭三組的號碼 申請錄表者 就有機會選擇樓 也要視乎 還有多少單位 其他組別有沒有機會選擇樓 這幾個例子 亦都說明了 今期的居屋 反應是非常熱烈的 我們希望 11月份就會安排選擇樓 我們希望 各位看到片的朋友 都能夠成功選擇到心儀的單位 亦都希望我們剛才的介紹 都可以幫助大家 了解一下 是不是有什麼機會 可以選擇樓 即使選不到樓也好 大家不要灰心 因為未來我們在下半年 會有六子居 明年的六居屋 亦都有些樓盤會推出 亦都希望大家能夠成功申請到 亦都能夠選擇樓 今天就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亦都可以去Like我們 和訂閱我們頻道 先說到這裏 拜拜 我們會選擇 幹道 我要相信 我們會選擇 過 我們會選擇 很好的 很棒 我們會選擇 感谢观看